書法字貼 黑牙貼的金句 磨刻看電視 小心大禁事 大家要記住 節目 好 看著來 我要一口氣 拆上這個特大額的披薩 不 我是為了明天考試補充能量 阿叔 我今晚就吃披薩 不知道你今晚吃什麼 對我們的欠債管家來說 這個願望本來應該沒可能實現 不是做夢 我終於可以再回到學校讀書了 這次幸好多得瑪利亞小姐封推薦信 瑪利亞小姐 給你看些東西 以後你就在這間學校 繼續努力讀書了 你怎麼去白王學院 沒有個學生證 瑪利亞小姐 你看著 我一定不會辜負你對我的期望 我會努力的 好吧 我要去白王學院讀書 成為一個出色的管家才行 別說我喝冷水 去到白王讀書 和成為出色管家沒關係 管家是服侍主人的人 管家是照顧主人的人 管家是負責好好守護著主人 一起起居生活的忠誠使者 這個故事 是講上一個身為管家的少年 終於都可以再一起發學 展開他後宮學員慢慢長路的第一步 想成為一流的管家 就讓我好好調教一下你 對呀 過後天天獻生意 每日班工獻改變 上課痛再多 都已經就快賺更多 吃盡艱苦重工作 卻以知幾年下刀 當一個 在這眼裡全力講 拜拜啟動造火 最新衝突 我數數數睡房 那地堂 然後得點照做 能弊過仁出發作 決意要錯下成果 锻炼伸手就痛快摸 求尽工作有承担更多 走我我高低引起跨过 长远痛苦再和 同样我先去当 最佳不过 当你见寻未来往 自猜一分的武士第一天上学 你看来好像很高兴 阿萨 草哥小姐昨晚在这里过夜 早晨失礼了 早晨 不过你干什么 看来心情不太好 还问我干什么 昨晚突然跑了 都不知道你去了哪里 在这里等你回来 整晚又完全不见人 四周找你又完全找不到 你以为昨晚这样的情形 你不见了人 人家会不担心吗 对不起呀对不起呀 真的很对不起呀 非常对不起呀 开心得连国色哥都兇了 应该进学了 对呀 我拿了学生证了 那就暂时原谅你先吧 我现在要回家了 明天在学校见面的时候 记得要跟我打招呼 是呀 我知道了 好呢 大家都在同一间学校读书 喂 你不是昨晚开始 就一直拿着一张学生证 好像黏在手上那样 是啊 我整晚都抱着他来睡 搞错呀 你什么够做的 竟然抱着一张学生证来睡 你看起来好像很开心呀 是啊 我现在终于明白 为什么Friend爺里面那两个歌姬 会无端端在最后那场大战上唱 不明白也没所谓 反正田先生也不会叫你唱别人的歌 要作新歌和港版主题曲一样 填词编曲也不简单 是啊 我还没有下服 那怎么办 下服? 是啊 白皇学院有下服 应该不准穿管家服的 你这样穿就行了 那又是 穿管家服 个人会異认一点 不用担心 在白皇里面 除了你之外 也有其他管家 而且穿管家服的话 人家一看就已经知道 你是什么人了 啊 啊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我们可不可以读同一班 啊 那又是 你们在说什么 我是读高中的 大小姐现在才只有十三岁 不是读初中的吗 是啊 对啊 不记得阿萨是未知的 啊 知道什么 因为我以前曾经跳过级 所以我现在已经是高中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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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姐你说你是高中生 你不用吓得这么大声吧 啊 但是 我这样不是好像笑完卖我大王的 好了 你不用再说下去了 但是没什么可能的 你明明还这么小 我叫你不要再说我了 啊 不过我真的 你疑心这么大的话 那你睁开眼睛看清楚了 啊 啊 这个是 为什么这张照片的样子这么兇 啊 加了两个手心给你 为什么不停捉人啊 啊 啊 你手上那张不是高中生的学生证 我刚才不是已经跟你说了 他是高中生的吗 哈哈 法皇学院有很多学生 带着过我的税管家 有很多跳级生啊 甚至有未来人和外星人 啊 啊 是这样的 我说我是高中生 你怎么都不相信 但是马力啊 一开口说一声而已 你就立刻送到十足十了 真的 不是啊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啊 惊死人了 竟然看不起我 别看我这样啊 我成绩好聰明啊 如果我们可以一起 俯同一班就好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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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快點到星期一就好了 因為時間關係, 星期一的內容有得看 怎麼這麼像今天吃什麼菜 現在見了, 到處整齊齊, 一個人都沒有 變人那麼早上學 我陪你瘋, 下不為例 那裡就是我的學校 零個我也知道 你知道嗎? 什麼已經被你知道了? 你沒有病吧? 不過算了, 你開心就行了 大小姐, 你很厲害 竟然可以跳級讀高中 怎麼這麼厲害 跳級的人只有我一個, 每年都有幾個 而且, 這間學校的跳級紀錄保持得更厲害 她的紀錄是十歲入學, 十三歲就畢業了 她連續成了兩屆學生會會長 而且她那三年的成績 都是全級的第一名 她還要擁有三個, 只是最高級的學生 才會有一個人懷錶 你這個世界上, 原來真的有這麼厲害的怪物 沒有騙你的 那像怪物這麼厲害的人 就一直在我們身邊 糟了, 是不是豬流感 總之在這間學校 不論是跳級生, 轉校生 還是豁免學費的特別生 都會負負著提高學校的成績 校譽和入優律這些事名 不過這些學生, 成績有什麼差池呢 就要下班和受嚴禮處罰 什麼求學不自求分數騙你的 不是這樣嗎? 我醒來了 之前學生會的人都說過類似的事 畢竟這間是名校 很多人都已經是鋼琴八級 游水五級, 攝影四級 我們走斜邊才能進來讀 真的可以應付得到嗎? 不過是我殺你, 一定沒問題的 你是一個做什麼都可以的人來 嗯 我殺你幹什麼? 在戰鬥的時候 一定要預測對手的知道 第二、第三步怎麼走 是紅色三倍速說的 早犧牲的小鳥果然有蟲蟲 居然會遇到這麼奇怪的人 啊 沈啊, 沈啊, 沈啊 如果我說你才奇怪 很認真地疾回你 那我是不是輸了 沈啊, 沈啊, 沈啊 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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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啊 不過剛才說的格言究竟是什麼意思 冰山, 花板夠多了沒有? 夠了, 謝謝大河少爺 好, 冰山跟我說麻煩 你啊 看你這麼著法, 你也是管家 我, 是啊, 我是三千元家的管家 我叫令其 三千元? 哦, 一隻傳聞中的 那就是說 哇, 她真的很有型啊 啊 喂, 你想對阿薩她怎樣? 啊, 是啊 如果可以令到你這個大小姐 哭了口感向我道歉的話 那我就可以繼承了三千元家的全部財產 不准你對大小姐出手啊 我死都會保護她的 沈啊 不用那麼緊張啊, 老實說 歐大河少爺這部提款機在這裡 所以對她完全沒有興趣 提款機? 啊 傻子站在這裡幹什麼啊 我拿走她的 啊 啊, 那條是我的胎繩 你是怎樣拿走的? 哼, 真是死蠢 不用畫公仔畫出牆吧 因為我是一個一流的管家 是一個一流的管家? 身為入到八王的執事 連這些小事都做不到那怎麼辦? 我們走吧, 少爺 阿太 厲害啊 難道這就是我心目中一流管家的目標? 雖然我不知道這樣跟管家的工作有什麼關係 她真的很厲害啊, 大小姐 那個管家呢? 這些都不重要 最重要是那條胎繩被人撻走了 啊, 糟了, 她已經走了 你一樣, 就是一流管家的特技 我 不是啊, 那擺明叫偷東西了 還有啊, 別讓我連你的心聲都收拾了 對不起, 瑪莉亞小姐 你呀, 去到學校到底幹什麼? 行了 這次記住要好好上學讀書 不要再弄不見那條胎繩了 啊, 你放心吧 我一定會好好的學習 真的 啊, 痛啊, 瑪莉亞小姐 喂, 再不遲到 如果你打算不上學的話 我沒所謂的 我上學啊, 我上學啊 那你們兩隊小心點 是, 我們上去吧 大小姐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大家正機 由今天開始 我們還會再一個新同學 好 是不是轉頭上去雪露 是男還是女? 算是男孩子 算是嗎? 算是嗎? 這不是什麼意思 還有啊, 雪露 那個男孩子他漂亮不漂亮的 啊, 漂亮不漂亮 啊, 問一下這個問題 真的有點緊張 連奇他一定會很緊張 好, 就當是配醉 讓我幫你營造一個輕鬆的氣氛 啊 他簡直是螢螢衰靚 很緊張啊 就好像木刀托車和龍刀獸命的DNA 加入小端切藥的身體裡 加上劏過腦刀和不比刀的感覺 只要聽到他的聲音會令你暈倒 對眼一望你 就有斷念不清的感覺 簡直可以說是名副氣色的女殺手 而且他是三村院家的管家 他和多拉都門的出陸插一天 都是十項拳銀 啊, 三村院家的管家 就是這樣啊 段孝生, 請進來 啊, 大家好 原來是阿楓 不過我記得他之前考的那個入學試 好像是肥腸的 總之就在前兩陣 啊, 個個都忘記了 搞什麼啊 瑩瑩最美麗的鑽頭身 原來就是阿楓啊 老實說, 雖然他也不算難看 不過 不過是韓孫版的木刀托車 和龍刀獸命的合體呢 好了, 靈騎同學 你介紹一下自己 啊 啊 他…他樣子 大樓好像想告訴我 他的氣氛已經被他搞定好了 這款 啊 這種就是逆境? 是間被兵佬freeze了 這麼寒的霍失道 說什麼自我介紹 沒法 無論怎樣 都不可以做出些 雕大小姐假的事 這個名為靈其殺的年輕人 從小就在成年人的世界上做事 所以… 大家好 今時今夜的服務態度才行 這天你都熟了 剛才貴老師已經在這裡 向各位介紹過我的事了 我的名字就是靈其殺 我本身是三千院家的管家 除了來這裡讀書之外 也是來服侍同樣讀這班的阿丘大小姐 先前貴老師介紹我的時候 有些事其實是誇張了一點點 我自己在學習方面不太擅長 讀書不太擅長 希望我以後可以 和大家一起開開心心地讀書 所以… 請各位同學多多指教 這樣當是還了人錢給你 上學校果然真的很開心 不是嗎 大小姐 你不覺得開心嗎 因為學校這裡實在有太多人了 我只想在我安靜的地方 每天都不停地追身回 看漫畫和打遊戲 還有我上網 但是這樣的生活可不可以出色 我跳級也是因為 不想跟六年小學 初中高中大學 三三四地上學 你真的想得很周到 不過好像這樣和大小姐一起上學 我真的覺得很開心 這次也是多得瑪利亞小姐她 當然也要謝謝大小姐 如果不是大小姐你幫我預備好所有的事 我想我現在也不可以在這裡讀書 真是很感謝你 大小姐 不 其實我和阿沙在一起 你還是這麼喜歡沒有人的地方 初…初谷是你 初谷小姐你好 你好 對了 初谷小姐你為什麼會來這裡 因為想起有些事要去放外活動室 所以就行這條捷徑 你做學生會會長 同時還有參加放外活動的 學生會和放外活動兼顧不來怎麼行 話說回來 大小姐你有沒有參加什麼放外活動 為什麼這樣問 沒有 校園生活最開心的地方 就是可以和朋友一起參加放外活動 哎呀 為何沒有忍耐我 我才不會參加那些無聊的事 不過 你的會值我們還保持著 初谷 對了 會值是什麼 阿丘 她和我是同一個數 什麼 那一次只不過是一天體驗 你們不要擅自當我入了 對了 你們是什麼 阿嫂 劍道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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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讀高中的時候 有段時間我也想過 覺得自己不可以禁止 整個家裡瓶 所以 在招募新生入會的時候 我就趁機 想算我參加那些體育活動 看看會是怎樣 他看起來真的很有型 是這樣 為何後來又會放棄 怎麼知道 你問回他自己 那是因為 招勾和把刀都很重 很難動 這樣 你就不要穿我的尺寸 穿細馬就行了 人家又不是細路 為何要穿細馬 你就是因為這樣所以放棄嗎 沒錯 就因為這樣就放棄 然後我馬上就明白到 就算是玩同樣的運動 都不能完全做到他這樣 真是想不到 原來大小姐都曾經想過 要參加體育活動 不過 如果我有得她現在這樣的話 最後就會變成沉迷上網 和打遊戲的隱蔽青年 我覺得自己是靈 是靈知Louise的靈 好, 大小姐 放學後 你和我一起去劍道布看看 好不好 這裡就是白王劍道布 那還想問 難道這裡是劍道甜心的劍道場 但這裡好像只有三、兩隻 對 這個數在學校 本來就是不受歡迎的 這套劍道服很適合你 初谷小姐 什麼 謝謝你 就這樣 讓我把你介紹給大家 等一會和大家一起練習吧 阿薩 他們叫得這麼近 竟然直接叫龜同學 就是初谷小姐 龜…龜同學還叫她阿薩 不過初谷小姐 我沒有護具 沒有護具不行嗎 阿薩 那怎麼可以呢 初谷小姐 沒護具小姐 阿薩 沒護具小姐 阿薩 就讓我先去問掌顧問老師吧 龜同學 阿薩 你旁邊的東西 不能在這裡學劍道 東京同學 喂 那邊的管家 立即和我決鬥 如果你輸了給我的 你以後都不要再來 就算阿薩贏了 也不會再來 喂 如果我在這裡輸了 大小姐就不會再學劍道 不 相信她也不會再玩其他的運動 所以我不可以輸 我明白了 我接受你的挑戰 阿薩 鷹花吹水 似乎將會有好氣體 對呀 或者主人以化身做劍 你這個管家真的用心良苦 阿薩 你不是那個偷胎男 你快點還一條胎性給我 謝謝你給我這個名字 不過我還是不用了 嬸呀 嬸呀 但是那位東公家的少爺 不知道是不是他對手 甚麼 請你看 那…那隻東西的劍 你將那些花花 飛天 慢著呀 再說就有位版權 要付錢隔離台 那即是說 我不可以手下留情 你好像叫阿薩 是 對於我 東公康太郎來說 我已經將你體成 是生命中一定要打低的對手 嬸呀 突然提出挑戰宣言的 謎之劍道部會員 東公康太郎 究竟他的實力是怎樣呢 劇情急轉直下的校園青春故事 將會迎接王道的發展 下一集和這位命中處理的對手展開激鬥 聽我說完 我何時說過由我來下場 野野園 野野園 野野園過來 野野園 我家的管家 即是你的對手 他是戰鬥管家 叫做野野園風 戰鬥管家 看來下一集的獻債棍家 是要跟他打過才是 秘實 你發發救美 謝謝大河少爺 麻煩 不是會員的人 麻煩你離開 哼 你最後一個英俊來這裡幹什麼 我假的 天氣予報 等於不是 全部氣氛 在那裡 不不在我們 還有一周 你的決定 三秒 手末 都會 無二 總之 一戰 一戰 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